麗鼎不是有捐那個政治現金嗎 把它拆成三筆 都是一萬塊以下的 最後三筆就查不到了 那我們說了 有沒有可能財團是大筆的 這種大筆的我們看不到 當然啊 而且各種手法 第一個是捐款可以拆成好幾個嘛 說一萬塊以下 然後我一百萬 我就拆成一百個人 對對對 甚至都匿名喔 連人頭都不用準備 就是變成一百萬變成一萬一百筆 就變成全部一萬元以下 因為我們所以他才會衝出所謂的 十四萬筆小額捐款嘛 所以我們就要去看 因為捐款收入 如果故意什麼九九九九百九千九 這都很有可疑 就是所謂被拆掉的那些部分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第二個 叫做哪裡可以洗錢 基金會嘛 不要忘記四叉貓 曾經公佈一個競選總部花錢 是花在基金會上喔 報仗是報在李文娟 叫做找捐姐 然後給的title叫做 眾望基金會的title喔 所以基金會那邊也有捐獻 也有錢 可以透過總部的開銷 把他支出出去嘛 第三點就是木可公司 我們看不到的帳嘛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檢調搜索了好 就像陳志涵講的 就只搜索木可公司 因為木可公司 就是最可以做帳洗錢的地方嘛 一千八百二十四萬 租這個新莊禁種五個月 光裝潢費就一千兩百萬 陳志涵說還有二樓 民眾黨說不要糾結 我到底要想說 到底民眾黨有多大方 小錢就跟人家計較 這種支出那麼大筆 都不會跟業者 瞎指一下說 你怎麼算我那麼貴嗎 不是跟業者去殺價 業者也要賺錢嘛 那麼但是我講 只租五個月 你會砸一千多萬去裝潢 我們選舉都是短期的嘛 選舉短期的 那只要選舉過後 那就打掉沒有用啦 那你為什麼砸這麼多錢去裝潢 這才是重點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每一個不管從選里長 選議員選立委選到總統 為什麼競選總部 原則上都是非常的簡單 因為只用幾個月而已嘛 你競選總部可能是租很大 五百坪六百坪 等到你選上以後 不管你是當議員當立委 你會搞五六百坪的當服務處嗎 應該沒人 我那冷氣就灌爆你了 我跟你講 那一定是暫時的 暫時的為什麼花這麼多錢 我們選舉一定有最便宜的隔板 一定有最簡單的 那個所謂的噴墨印刷 然後貼上去 幾個月就結束了 所以特文哲不會很納悶說 你算我這麼貴 好啦 那就算我買單之後 總是你知道有一些發票嘛 爆漲嘛 不是發票爆成這個多爆七八倍 你有沒有回饋那個裝潢商 你要這樣講比較清楚嘛 這個就是後面剪掉 去跟那個裝潢商吊談的 他會約談他 講到重點來了 其實不管是私人的裝潢 還是公家的裝潢 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有報價單嘛 你上面用什麼材料 你每一份的隔板 你是什麼樣的板子 多少錢 那個清清楚楚 那個有公定價的 那除非你的私工 你的公價 你的所謂人工價 私人價的一百倍 那你是請什麼公來啊 你是請皇上來幫你 而且我發現柯文哲的付錢 都很超乎行情 包括我們剛剛說時樂 說這個十四支的國師會議影片 花了一千萬 然後又被抓出來說 要給這個電台廣告費 也要五百萬 這都是超乎行情的價格 那邊是廣播 廣播幾十萬就是大錢 還五百萬 對 這也要查好不好 這都很可怕 就是包含了裝潢 包含了影片製作 包含了所有的媒體宣傳費 那這些錢進了公司以後 公司的錢怎麼留 平常不能查 進入檢調告訴 進入偵查 可以查 那這裡面如果有一分錢 或是有一筆錢 不小心回流 到某些關心的帳戶 這很可怕喔 這就是把小草捐的政治現金 透過了某些虛擬不實的商業行為 例如說以低報高嘛 我本來是三百萬 給你報一千萬嘛 那這個廠商接到這樣的暴利 你以為真的給你暴利賺啊 你這是不是透過別的方式 要把它回到關係人的帳戶裡面 只要有 只要有 這就不是瑕疵 這也不是所謂的政治現金法 這就牽涉了洗錢的問題喔 各位 洗錢如果成立 這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就廢了 就廢了 所謂的廢說你不能選嘛 你洗錢以後怎麼選 所以我覺得這關乎的是民眾黨 以後整體的發展 然後黃國昌為什麼洗激 不是為什麼悲從中來啊 悲從中來 悲從中來 為什麼你知道 他已經玩垮好幾個政黨了 但是沒有想到這個玩得這麼快 那我才一年多的立委耶 就被我玩垮 經驗越來越豐富了 對對對 黃國昌對於政黨的關門關燈 已經變成是專業級的 政黨殺手 對 所以他沒有想 這個 他的悲從中來 這太快就玩垮了嘛 我還沒有撈到 所以我才講 柯文哲有很多作為 柯文哲知不知道 我們不曉得 但是幫柯文哲管帳的 幫柯文哲花錢的 幫柯文哲做事的 幫柯文哲和銷的 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筆錢是因為柯文哲而募的 然後你說跟我無關 這實在說不過去 因為你叫做柯文哲 這叫柯文哲政治獻金專 那今天記不記得 這個小草公司立頂 今天也要告募可刑事案件 不過這一天 可以看到前募可專任經理 SKY也曝光很多錄音檔 包括李文中跟他的對話 那李文中還安撫說 只有黃國昌登高一呼 號召力比柯文哲更有效 所以要繼續來洗刷這個小草 為民眾黨來效力嗎 我們先來聽一下 黃國昌這個事情 我會跟他臉 我會跟我的臉 所以那個都一下 因為他去以後要鑽毛子 我一定要把他弄一個月才有效 我是募款加熱的 到時候是有人把手錶帶出來 我們再看 你先把你這個案子 先按照原來的計劃 講的 因為黃國昌會全程做透 昨天是他第一場 對 他是應該最有戰鬥力的 對 我只是跟你說明什麼 登高一呼 比柯文哲有效 他沒有保護啊 對啊 沒有 我說他還是受了很多人的反應 是 好 所以我們請教黃哥 這個李文中 除了在佈局下一個 這個Idle之外 就是黃國昌之外 還是黃國昌比柯文哲有效 繼續在洗小草 因為這個Sky經理 他也爆出來說 那個時候不是他們有 麗鼎要做一個胖卡嗎 就是木可跟他們接洽的 那很奇怪 那應該是麗鼎出了車子 那沒有想到 為什麼是柯文哲的進總 來跟木可租這個車子 還花了兩百萬 超乎一般的價格 又是一個超定價 對 這一筆錢是一代 柯文哲的政治現金支出裡面 是查得到的 就是這一台胖卡 這我們照片有看過 麗鼎是承包 就整個胖卡的裝潢跟噴漆 這是這應該是那個車款 那這個大概花了大概十萬 十萬 那這台車呢 買是買大概差不多五十幾萬 那應該是中古車 對 然後噴塗裝潢花了十萬 大概總共六十幾萬 對不對 這是木可跟立頂下單 所以我這台車 你幫我去噴漆 那這台車誰買的 不知道不可考 那總共的經費花了一百六十幾萬 但是後來呢 木可把這輛車租給進總 總共的是一百零一 總共是租了一百二十萬的租金 可能連時間把就租了幾個月 也就是說木可這一家總承包公司 總分包公司 他這樣過一手 他就賺了多少錢 他賺了大概快六十萬 但是更神奇的是 那是木可叫立頂去處理這台車 那我要請款 對 我一定跟木可請款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最後他們去叫立頂去開 這一百二十萬的發票給進總 那為什麼立頂要承擔 這個兩百萬的費用呢 這個發票的稅呢 就笨嘛 我只能說他笨嘛 就當小草的宿命 就是尤其最近雨下很多草長得特別快 草長了就要割嘛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跟木可沒有關係 為什麼木可是幫進辦去跟立頂說 我要改裝好十萬塊錢 那照理來講 這個應該是進總的吧 我車子就給進總啊 那跟木可又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木可又可以把車子再捐給進總啊 再說租給進總兩百萬啊 所以我來跟大家用這個案例來解析 木可的賺錢數怎麼掏金 對 好 我假設這個錢是木可花了五十幾萬 去買了一台車 這是他的成本 對不對 但是呢 他把這個車叫立頂去裝潢 改裝 花了十幾萬 但這十幾萬是不是木可出的 不知道 然後呢 他用一百二十萬租給進辦 所以木可就賺了七十萬 然後呢 他叫進辦出錢給立頂 因為他要立頂開發票嘛 對不對 叫進辦出錢給立頂 所以木可又少了五%的營業稅 你真的是吃乾抹禁 連渣都不剩耶 通電話 我叫你幹嘛 發票是你出的 對 立也是你出的 我就有錢了 因為進總的錢 就立頂的老闆在管的嘛 就同一個人嘛 那財務長說要付錢 誰敢不付 但是重點是立頂 最後沒有收到這筆錢 發票開了 營業稅要付 但是沒有收到這筆錢 所以 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要問說 木可的最終受益人是誰 這個只是小錢 就整個選舉三四億的經費裡面 這只是小錢 請問木可轉手賺的差價 到哪裡去了 到哪裡去了 到柯文哲那邊要到哪裡去了 如果到柯文哲那裡 除非李文忠污掉 有沒有可能是被李文忠 也有可能 因為柯文哲有說有沒有可能 是被財務部污掉了咧 不管是李文忠污掉 還是到變成柯文哲的私人財產 這都是嚴重的洗錢 木可沒有員工 木可員工是跟民眾黨一起核 核數辦公 如果以他們現在清算 清算所有的錢 擁有這個錢的叫做李文捐 也不是李文忠 合法的權利叫李文捐 他要不要捐還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他們說要捐 他可以捐給新故鄉智庫 或是縱望基金會 好所以請教他小平哥 那你看喔 如果這樣子錢滾來滾去的話 那到底是誰拿走了 那個木可手上的錢啊 我給你兩個大概念 第一個我講的幾千 一筆都是什麼九百多幾百萬 那幾千萬的第一筆錢 爛賬 第二筆錢 什麼叫木可啊 木可就是柯文哲的公司嘛 對啊 那後來因為他連李文忠 都不相信了 就叫他老婆提前退休 叫老婆弄一個什麼制搖 你知道 準備揭少 所以李文忠跟陳佩奇也在鬥 李文忠也逐漸喪失 跟柯文哲的信任 這第二句話 第三句話 木可是怎麼樣 木可是不可以花錢的好不好 不可以花錢 木可錢要留下來 所有的錢的人來幹嘛 都是進總花錢 要把進總的錢 洗到木可來 那木可 錢進來要 盡量不花錢嘛 這叫木可嘛 所以發票也要叫力鼎開 我不開發票的 我發票會被扣稅 是嘛 所以現在木可就是要把這些 你所有的小草捐的錢 然後政治現金啊 企業捐的錢 通通 盡量盡量不花什麼都 全力金全部轉到 商品回購 連做多的 他們總部都要花錢買回去 我問你 立鼎那個做了八千支手錶 不付錢嘛 對不對 花了一千多萬嘛 一千多萬 後來有沒有做手錶 有喔 後來你們做小物油 那多少錢有沒有報 可能也幾千萬耶 這有沒有賬啊 這另外一筆大錢嘛 我錢講幾條大了就好了嘛 好 所以我們剛剛說 那包括木可 本來不是說要告立鼎嗎 結果沒有想要被立鼎搶先一步了 先來告木可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動作啊 像是立鼎出招囉 小草也有翻臉的時候 今天我對嘛 小草翻臉 今天錢全部都到 那個木可錢很多嘛 你該不該付錢給立鼎 當然該嘛 他連這個都不想付 你看多壞 那對兄妹 或是客戶就躲壞嘛 可憐嘛 這些小草是不是 好 所以請教一三哥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四叉貓也爆料說 那我覺得現在錢都在木可 那你怎麼洗出去再回流進來 這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有洗的話 四叉貓說你看喔 多麼在意這個匿名入障金額的申報方式 你看立鼎不是有捐那個政治現金嗎 把它拆成三筆 都是一萬塊以下的 最後三筆就查不到了 那我們說了 有沒有可能財團是大筆的 這種大筆的我們看不到啊 而且各種手法 第一個是捐款可以拆成好幾個嘛 一萬塊以下 一萬以下 然後我一百萬我就拆成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 對對對 就可以解決了 甚至都匿名喔 連人頭都不用準備 就是變成一百萬變成一萬 一百筆 就變成全部一萬元以下 因為我們所以他才會衝出所謂的 十四萬筆小額捐款嘛 所以我們就要去看 因為捐款收入 如果故意什麼9999 九百九千九 這都很有可疑 就是所謂被拆掉的那些部分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第二個 叫做哪裡可以洗錢 基金會嘛 不要忘記四叉貓曾經公佈一個競選 總部花錢是花在基金會上喔 爆帳是爆在李文娟 叫做找捐姐 然後給的title叫做眾望基金會的title喔 所以基金會那邊也有捐獻也有錢 可以透過總部的開銷把它支出出去嘛 第三點就是木可公司我們看不到的賬嘛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檢調搜索了好 就像陳志涵講的 就只搜索木可公司 因為木可公司就是最可以做賬洗錢的地方嘛 因為你的黨部也好 總部也好 公開賬 黨部都要所謂的內政部也好 或者是現在的政治總部的話 就是總部的話 就是現在已經都監察院都已經公佈出來了 我已經有這些資料 但是我沒有的資料是什麼 就是木可公司的內部賬 甚至有沒有內部跟柯文哲的私人合約嘛 因為我要講的是柯文哲曾經唯一所謂的商標授權 我們講的授權金的問題 商標登記 他唯一登記叫KP的那個logo嘛 他不是肖像去登記 他是KP那個logo去登記 所以我一直懷疑就是KP這個logo 他授權了給木可公司 而木可公司在授權給黨部 總部 那總部再付這1300萬的授權金 給這個KP嘛 那如果這個木可公司 擁有跟柯文哲的所謂的私底下的授權合約 跟商品分潤合約 他的錢就可以回到柯文哲身上了 所以這時候 為什麼減掉要大規模去搜索木可公司的帳 跟所謂的營業秘密的問題 比較重要木可的錢 麗鼎不是也有做這個KP的東西嗎 那一樣有收授權金 麗鼎不是也應該要收授權金嗎 對 今天不是麗鼎收不到 麗鼎是他拿不到授權合約 對 都已經叫他做 有關係的人才可以拿到授權金 所以一直要授權合約都是要不到 都沒給他都沒給他 然後沒有授權合約 沒有所謂的合作合約的情況下 他們做了一堆 做了一堆就好了 你還把它弄到你的官網上去賣喔 我就昨天碰到麗鼎 那個麗鼎的那個木可的總經理 我說叫麗鼎去告啊 告侵權 如果你們要授權我去做 東西是我的麗鼎公司的喔 你為什麼木可公關 可以在網路上賣 那你不是親我的權利嗎 所以變成是麗鼎公司 事實上是可以告 麗鼎公司侵權的 這也是為什麼 柯文哲急急忙忙的 要把木可公司結束營業的原因 喔